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我看他那副样子不对劲 看见正头开他的手就说 老金头 你没事吧 这个人有大问题 老金头把声音压得很低 说话的时候 眼睛还死死盯着青铜门里 四姑娘的背影 胖子见他神神叨叨的模样 就来气 你这死老头发什么神经啊 有话说清楚 老金头的脸色一片铁青 我发现他的身体 还在微微地颤抖着 不知道在害怕什么东西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四姑娘 她是曹四池 她就是曹四池 我一时之间 给老金头的话绕晕了 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她的武器 走路的动作 还有池塘的习惯 跟曹四池一模一样 而且她除了比曹四池秀气一点 连耳朵都是罕见的零形方耳 这个人就是曹四池 他根本就不是曹四池的儿子 老金头声音有些疯狂 而且身体堵挫着 我发现 老金头似乎很害怕曹四池 一提到这个名字 他就会变得十分激怒 胖子一下就火大了 揪住老金头的衣领子就说 我说老金头啊 你不会得了什么失心疯吧 当年你们下着墓的时候 可是80年 二十年过去了 你都变成一个邋遢老头 莫非这曹四池称了金冠 还能越活越年轻 活成水嫩娘们 我警告你啊 你这老不死的 你要再敢鬼扯 我代表社会主义枪毙你 老金头的情绪 突然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他们当时一定是遇到了什么 他叫我们拿着瓷器先离开 然后他们又独自探目 他们从头到尾 都在说那个大秘密 我在窃听器里都听到了 他们肯定是找到了什么东西 要不然曹四池 只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知道了他的秘密 他会杀了我的 我猛地扯了一把老金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四姑娘又回到青铜门口 他淡默地盯着老金头 而后轻轻地说道 进来 跟我一起走 我发现 老金头的身体 真的哆嗦得厉害 那种恐惧的模样 是装不出来的 当年我爷爷指挥的 那次捣抖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老金头 对曹四池如此的恐惧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走了进去 王源潮可能是 忌惮四姑娘 特地守在我的身边 胖子则跟老金头 走在最后面 四姑娘一路向前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看着她那云淡风轻的样子 没由来的心里一凸 如果不是一个 见多识广的老土夫子 进入这种大幕 多多少少会紧张吧 但是这四姑娘 从头到尾都淡定得可怕 哪怕是蜈蚣管理 粽子失变 她眉头都不拧一下 这家伙 不会真的就是曹四池吧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 荒谬的想法 当年老金头 偷偷在我爷爷背包里 放了窃听器 她一定是听到了什么 要不然刚才也不会 一直在喊什么大秘密 我打定主意 等有机会的时候 一定要和老金头 好好聊一下 把她肚子里的画 掏出来 前进的时候 我不时的观察四姑娘 她那白新的皮肤 稚嫩的五官 绝对不是化妆 能画出来的 我当即把之前的 荒谬想法给抛开 不管再怎么像 这个世界上 也不会有人是越活越年轻吧 又不是天龙八部里面的 天山同老 胖子在后面说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脚下的土地是越来越软了 这里不会漏水吧 刚才我注意力 一直在四姑娘身上 这会儿给胖子一提醒 我赶紧去看脚下 发现我们走过的地方 全部都留下了 浅浅的脚印 我皱着眉头说 这里莫非是一片沼泽地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王源潮用散兵刀在地上 挖了一个坑 仔细看了之后 示意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不是 周围有地下水 不是沼泽地 王源潮之前 参加对越反击战的时候 打得最多的就是山地战 对这些山地里的东西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听他这么说 我也放下心来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 这里地势似乎有些倾斜向下 松软的霓沙开始吞噬了 我一整只鞋子 然后又慢慢地吞噬了 我的脚踝 很快 等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 霓沙已经差不多 快淹到我们的膝盖了 胖子大声问他 元潮兄弟 如果再往前走 姑姐我们得被活埋吧 王源潮摇了摇头 说 不会 这里沙泥深度 最多不超过一米五 最多就淹到你脖子 王源潮说得这么肯定 我顿时也就放下心来 继续往前面走 不过脚踝在粘稠的霓沙里 走起路来十分的困难 我们只走了三十多米 就走不动了 靠 本来要抬起脚 不过我太心急 还没等脚完全脱离泥沙 就往前跨去 结果鞋子直接脱落了 我有些欲哭无泪 天知道沼泽里有多少微生物 这会儿我穿着袜子走在泥里 希望那虫子什么的放过我 千万别爬到我身上 我只感觉 我走得筋疲力尽 一点力气都没有 另外一只鞋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 连袜子也被泥沙刮得稀巴烂 我几乎赤着脚在泥沙里面跋涉 王元朝眼尖 发现终点在我们前方不远处 这条泥沙道 再走三十米 就可以脱身了 忠然之间 当我一只脚 又往前蹚了一步的时候 只感觉 好像踩在什么软软的东西上 顿时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赶紧把脚拔出来 这会儿已经陷进去了 越是着急 脚掌反而被泥沙牢牢地吸住 而我脚下那东西 居然猛然颤动了一下 我的另一只脚 也感觉到这股颤动了 我顿时就魂飞魄散 大声喉叫起来 大家小心 泥沙里有人 我踩到的东西 分明是个人形软软的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东西绝对还活着 妈呀 我也踩到了 这他娘的不会是粽子吧 我他妈的踩在一只手上了 胖子脸色一下就绿了 他颤抖着声音喊着 我有些语无伦次的喊 快跑到前面的平地上 快点 未知的东西 往往是最可怕的 此刻泥沙下蠕动的东西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万一真如同胖子所说的 我们踩到的是粽子 那就好玩了 卷一小说 我当摸金校尉的那些年 像